这把剑 我不应该带劲 我不配带劲 我看到它 我就不能安心 不能成年 这样就好了 这样子 我就不会杀错人了 你怎么了 喵 你不高兴 没事 你不喜欢我丢了那把剑 不 我知道 一定是我又惹你生气 我一定又做错事了 丢了那把杀人的剑 也没有用 也不能撑回已死的生命 八妹 你别想太多了 我怎么能不想 我分不清什么是对是错 娘 你告诉我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现在连对错都分不清楚了 娘 八妹 你别想太多了 你也认为你爬烂 哪里呢 什么地方 五台山 五台山 已经很久 你去看你五哥了 你就在那边 住上了三五天 去清静一下 怎么样 真的 我真的可以找到答案吗 真正龙虚 从小时候没刮过 这小撮东西 可是朕费了千辛万苦 用人参补汤 才浇灌出来的 怎么可以让你们 要拿就拿 要刮就刮拿 皇上 这胡子拔了 还是会长出来的吗 可是朕的老师 可是人命关天 太君 不是朕不愿意帮忙 而是 对了 万一这拔了龙虚 影响到咱们大宋国运的话 又谁能担当呢 皇上 我们杨家 从来没有求过皇上 可是这一次 真的是人命关天 请求皇上 念在台风 在沙场上 多次的偏命 念着台风 为了大宋的江山 立过不少汉马功劳 朕皇上 赐予龙虚 朕皇上怜悯 各位帮忙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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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嘛 哎呀 你是不是跟朕说过 要救那个杨排风 除了要拔朕的龙虚 还要凤法吗 是啊 哎呀 凤法才重要啊 就算你们有了朕的龙虚 那又怎么样呢 可是凤法 你们搞定嘛 这边请皇上放心 老神 已让杨家将去聊过去凤法了 嗯 去了 哎 哦 去了 嗯 好好好 应该去 嗯 找到再说 找到再说 皇上 身汤不冷不烫 正好喝呢 哎呀 你看看 喝汤 喝汤 找到再说 找到再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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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只为自己的国家冲锋剑阵 欲神杀神 欲佛杀佛 敌我分明 可是慕然回首 突然间发现自己双手染满鲜血 决定自家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 尽量无法判断 想当年 贫僧也是在这痛苦矛盾之中 决定出嫁 以求解脱 五爷 你放心 我是不会劝八妹 出嫁为你的 能否与佛有缘 也要看她的造化 佛说 随所住处很安乐 出嫁与否 这是行事 其实 能否冲破孽障 乃在一念之间 若能觉醒 自身并是尽度 不讲外求 若单自己执迷不悟 作茧致富 即使你身上穿了架裟 也让那些安静的不下来 个人有个人的造化 也不必过分执着 五爷 八妹就交给你了 排风的性命 我在担心 我也无法在此地久留 莫弥陀佛 射出秦殿 在走之前 我有些话想跟八妹说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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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治-文 为何 阿美 阿美 虽然这段时间不能陪着你 但是在我心里 是一直陪着你的 你并不孤单 并不寂寞 并不是一个人 我希望 你一定要支持下去 我知道我以前一直没好好保护你 让你一再的受到伤害 是我不好 我明白你心里的痛苦 如果可以为你承担 为你承受 我愿意将一切的痛苦背下来 阿美 你千万不能自暴自弃 进了五台山 换上道跑 一切还得靠你的意志坚持 重新振作 你一直在领众人的心 大家都在等你回去 我也是 从前的八面 是多么的阴口 多么的高级 宝宝 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会让所有爱你的人 跟你一样痛苦 只要你能回到以前的样子 哪怕你不介绍我娘的 我也替你高兴 你要好好保重 我走了 好 宝宝 母后的金鱼 一些魂飞魄散 事故不能归故土 母后为你开盘设计 在愿你在天有灵 快点回来 母后的金鸣 母后为你喝了这瓶亡魂酒 你死了 母后的心 你死了一半 母后 人死不能复生 生死不由人 今母后有解爱 母后 就你们两个女儿 你妹妹为国救世 葬身在遗心 还有铺尸商业 你说 你让母后怎么做 母后 站住 你没有资格来带去我的女儿 母后 是阳家八妹 杀了我的女儿 你流的是阳家的血 难道 你会真心的来祭奠她吗 太后 若以真心 天地可见 你跟我滚 相公 我明白 你好好地照顾太后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母后 这么晚了 还不睡啊 我哪里睡得着啊 母后 你就不要再为妹妹的事情伤心了 你应该好好休息 调养身体 不如 让女儿 为你梳头就请吧 母后头上 凤法闪闪发亮 带得辽国 兵强马壮 国运昌旺 母后头上的凤法 象征辽国的命脉 祥瑞 有位高人 为母后算过一挂 说母后头上的凤法 自出娘胎以后 就认证道远 为了国家 我不惜牺牲了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不会白白牺牲的 不然 我会愧对她的整全之下 杨家杀了我的女儿 我和杨家势不良力 势报此仇 盈静 你是站在母后一边 还是站在凤马那边 母后 人人相报 何必呢 难怪汉人说了 甲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夜情良心 还不如丈夫亲女 母后 女儿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告诉母后 如果有一天 驸马与母后作对 你是站在母后这边 还是站在驸马那边 一定不会有这么一天 驸马 一定是大辽的驸马 他绝对不会做出 充满母后的事 只怕 他是 身在曹营 性在汉 驸马 已经答应过女儿 我们夫妻之间 不再过问送料之间的一切恩恩恶恶 请母后放心 好 只要你们不过问两国之间的事 我是不会为难她的 谢母后 静灵从小离家 四不明目 我想为她 设谈招魂 这个呢 不知道 那这个 不知道 这个呢 不知道 又回来了 娘 乖 太后怎么样 没事吧 她会这么伤心 也是难免的 我相信会没事的 嗯 邓元乖 起叫了 去 你呢 我也明白 你妹妹的死 对你打击很大 我妹妹的命真苦 不要这样了 一切只有天意 父母 刚才太后问我 如果你跟太后反目 我会当哪个 你怎么说 我告诉她 不愿有这样的一天 我相信你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以后 都不管送了 之间的恩怨 你会置身事外的 我妈 我的亲妹 死在你们 杨八妹的剑下 我虽然伤心难过 但是我们夫妻 有承诺 不管送了的恩怨 否则永无明日 我可以放下 青梅惨死之恨 不与梁家计较 希望父母 以后也能守住 沉默 为你送了 之间的恩怨 好吗 公主 你对我的情意 我绝不会辜负 你放下了仇恨 没有追究你妹妹的死 我们夫妻既然 许了承诺 我定当遵守诺美 我们夫妻同心 用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告入神仙 骑入保佑株 告这一路 魂归魂图 到达 到达 太后 你我再见 金医园已到 道长 你到底何学而言 在此出现 是否向本宫指点明经 拼到这次前来 是要告诉太后 太后顶上的麒麟凤靶 将要不保 哦 哼 本宫头上的凤靶 为吉祥之兆 保佑我大梁的昌盛 顶走一方 本宫 绝不能让他受损 既然已如此 道长当年 不是曾经批散过 说本宫乃是 人中凤凰 头上麒麟凤法 更是不可多得 才关系到我大梁的国运 本宫 怎么可能让他受损呢 哼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切 有命数掌握 道长 这块是到我国家的命脉 你要说得清楚 林道现在说什么 太后是不会相信与接受的 凤法不保 太后自当明了一切 本宫头上的凤法 如同本宫的命 谁能道德本宫的凤法呢 正是太后本人 太后本人 不 不可能 本宫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这关系到 我大梁的命脉 违背不得 违背不得 大梁 此人无不怪怪不可靠 他的话不可信 世事 亦得亦失 凤法不保 算兵 得将 你说什么 你们现在不相信 日后自当明了 相信频道吧 台风啊 台风 大娘 二娘 台风 你感觉好一点的吗 台风啊 这是千年人生熬的汤 喝下去啊 人会舒服一点 谢谢 来 喝啊 你看看 比你好好的一个人 又不是活得不耐烦 为什么把人家吸毒 害了自己 二娘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所谓 好人有好报 台风 不担心也好 长得又乖巧 一定会化险为仪 平安无恙 台风 你说是不是 泰君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到了 海风 我们两家有你这样的女儿 泰君真是非常欣慰 海风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是一定要制止下去 就像大娘所说的 好人比我好报 就算仓天要收你的话 我们杨家也不会答应的 太久 海风 海风 我们要的衣服准备好了 有了这些衣服 进辽国就容易多了 我从来都没有穿过这种衣服呢 一定是杨安 吴嫂 杨安 发明怎么样 稳定下来了吗 他在五台山还住得怪吗 我不知道 但是应该会好一点 希望道德奉法之后 他可以跟我们一交回天波府 放心吧 一定没问题的 五台山是佛门清修 养生性的好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有五郎在 但也如此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 是旧牌风 既然你已经到了 明天我们就可以起船 植入辽境 会如辽境荣业 取得凤法 才是最大的问题 纵然刀山火海 更难捧得虎雀 我们也要试一试 那烧太后的凤法 就好像在老虎身上拔毛一样 对我们来说 当然是哪比登天 不过 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 谁啊 就是当今辽国的驸马爷 这件事情 绝对不可以扯到四郎 他已经不是杨家的人了 好 你说不可以就不可以 这是关乎到排风的性命 所谓的人命关签啊 这个我知道 否则我也不会前来 但是 四郎有他的生活 我们有我们要做的事情 何必要为难他呢 再说 如果这中间出了什么差错 请不知要害四郎没命吗 如果不靠四郎打开方便之门 我们怎么拿得到凤法 拿不到凤法 怎么做排风呢 我们可以另外再想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省一曲难嘛 我们要的是萧太后的凤法 你要我找到他面前向他要嘛 五嫂 你不要急 有话慢慢说 怎么能不急呢 太后还剩多少日子 你们应该最清楚的 我也不赞成通知思义 四娘说的没错 这样对她不公平 可是现在救人要紧 你们还急你什么 萧太后的凤法 对她来说太重要了 四爷出面一样没有用 何况萧太后 已经知道四爷的身份 这样做 只会害了他 好 那你说 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们既然来了 总会有办法 明天进城后 我们尽急行事 凤法不保 太后自当闻了一切 进城后 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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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后 母后 你怎么了 京京 母后一闭上眼睛 就没得你明明惨死的样子 对那个道长说过 母后的气数已尽了 母后 那个道长的风化 你不要放在心上 自从房妹死后 母后就一直无法安睡 人死不能复生 而母后 又为国事日夜操心 再这样下去 女儿担心母后的身体啊 我明白你说的 不然 我不会听御医的 可是 吃了那么多的药 怎么不见效呢 倘若御医的药无效 那怎么就令你 你一两样药吧 只好如此 干嘛 除了肉还是肉 是不是胖才怪你 乳香随熊嘛 吃吧 吃完还有很多事要做 什么 一点宁神汤 可以吃一碗两环天 何止是这样 只要有效 就能得到萧太后的亲自召见 家官风诀 榜文都已经撇出来了 听说萧太后啊 自从金陵公主被宋人杀了以后啊 自此便日夜不能安宁 精神涣散 苦不开眼啊 连御医都束手无策 所以要寻找民间两方 哎呀 可些咱们三个都不懂医术 否则的话 这人怕不运气啊 是啊 黑衣白的 别做梦了 吃菜吃菜 吃菜吃菜 怕破铁骑无匿处 这倒是好机会 一副宁神汤 难不倒我的 心药至今 都已经两天的时间了 萧太后那边 一点消息都没有 是啊 七嫂 会不是你的药没效啊 不可能啊 我这药 就像萧太后是头蛮牛 吃了也会倒头大睡的 要是我们可以早点入宫 取得凤法就好了 胡言大人 就是这儿 胡言大人 杜太夫就住在里面 您就是杜大夫 想不到竟是位女子 真是让人刮目 大人过奖了 能为萧太后排忧 小女子实感荣幸 杜大夫医术高超 治好太后不眠之政 此次萧太后特意派我前来 有请杜大夫入宫 好为萧太后治病 大人可否在外捎带片刻 我进去取点东西就来 请便 太好了 一切都太顺利了 金额 见到萧太后之后 你就照计划行事 骗他所影集缠身 需要用到他头上的红发作影 然后出龙转缝 话是这么说 但金额一人入疗宫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则会孤远无助 虽说金额入宫会有危险 可是他精通医术 萧太后凭什么怀疑他呢 如果换成是你或我进去的话 就肯定有麻烦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事情太顺利 我有点不祥之兆 杨安 你别想那么多了 如果萧太后真的怀疑我们的话 那为什么派人来请金额入宫呢 你别自己吓自己了 我早说的没错 为了排风 我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若能智取 总比列宾好得多 金额 你一定要小心 自己千万不要硬来 嗯 大家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甭万一 我们在南门外等你 记得 一定要小心啊 嗯 不拜不请 草民杜月娥 拜见太后 免礼 谢太后 为太后 杜大夫已到 请席为太后断正 好 果然是一名女子 你叫什么名字 回太后 杜月娥 不知本宫 得的是什么病啊 回太后 太后多年忙于国事 急度操劳 已伤及五脏 最近又因悲伤过度 夜不成年 食欲不振 而令病情血上加松 单皮功能大减 体内热毒久居不散 急需调养之余 尚需一股方 配合治疗 说得不错 不知 有什么良风 可以医治 回太后 此方并不难 只是药营比较特别 需要您头上的凤法 你不要多说了 杜金娥 杨七娘 太后 你等进出不久 太后就已经知道了 这里杨安杨五娘几个 在南门外也掌握得一清二楚 杨七娘 本宫 可以将你碎尸万段 不过 冤有头债有主 加上你为本宫万证 具具属实 本宫 还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太后 放我贵山 后患无从啊 虽然本宫 不知道你偷渡大辽 有何目的 不过你回去告诉杨安他们 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不管你们有多大的本事 也逃不出 本宫的手掌性 既然太后坦诚相见 我也识不相瞒 我等入城 绝无侵犯之意 但是为了救人 想必太后一定知道杨台风吧 当时 金灵公主被赞贼王亲的毒标所伤 台风为了可以让金灵血泥 一身犯险 为其吸毒 不料事后毒法 命在旦夕 我等无奈 唯有前来寻求解毒之法 还望太后成全 这和本宫有何相干 若想解毒 则必须取太后头上的一根红把作药引 放肆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对本宫贴出此要求 你可知 本宫头上的凤法 关系到大辽的国运 普天下人 仍然皆知此事 若无奉法 台风必死 所以还望太后成全 别说本宫头上的奉法 但是等爸们杀了我的女儿 我就该报仇 我对你们仁义有价 你们反倒得寸进尺 让本宫 难救杨台风 若杨家人真想杀精灵公主 台风又何须为其吸毒 自然也不会有今日 太后 杀精灵公主的真正凶手是王亲 谁该死 谁该偿命 本宫心里有数 马将军 把他拉下去 走 太后 太后 以后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走 你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会留在宫里 多陪陪太后呢 母后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没有人陪了 看你床面不诊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没事 孩子呢 早已经睡了 我也想去休息了 你老师跟我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想离开这里 为什么 我 你不要再问了 你不知道会好过些 如果我没有猜错 是因为杨家 提上杨排风中了毒 杨庆朗跟杨安等人进程 要娶母后头上的风法 做药宁 母后使其头上的红法 为正果之宝 她的命根 他们要娶凤法 对我们是不可能的事情 母后说 放了他们一次 你是人之一计 可是你们杨家人的性格 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 到时候 我真是不敢去想 父母 为了你我的承诺 我可以放下 妹妹精灵的仇 可以不去计较 但是到时候 死人是杨家的人 我不敢肯定 你也会跟我一样 我 我很想说可以 但我不知道 不过我希望 这种事不要再发生 父母 待会儿跟宗月 离开这里吧 我们又能够去哪里呢 只要离开宋阳两国 任何地方都行啊 金灵已经死了 太后会让你走吗 我会说出城数日 就为金灵 欺负超度 出什么了 娘 我则会摇巴姨妈的欺负 总理最高了 左远 喂 左远 如果爹不在 你会不会帮爹 照顾娘呢 会啊 什么事 公主 等我一下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 我们想请你帮个忙 去萧太后的凤法 你知道了 那就更好说了 本来 我们不想麻烦你的 但事与愿违 萧太后现在 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跟目的了 我们是再无从下手 再加上排风时日无多 万般无奈之下 我又出此下策 此事非同小可 我是心有余而立不足 再加上 我曾经答应过迎进公主 再也不卷入两无之争 此次离城 我们是为了求避世 免离仇恨 真是我无能为力 帮不了各位 雅四郎 我已经不是梁家的人了 对不起 我走了 喂 公主 没事了 我们走吧 两个部马爷 除了一性公主 罗西敏也是你的血法锡子 我们只不要一根丑法 要不是要杀太后的命 如果排空死了 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你忘了 你留的是杨茵家的血 我娘 够了 这儿 平手 我想下去走走 公主 怎么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放不下 你根本就放不下 我可以放弃仇恨 我记得我妹妹 死在你们杨家人的手里 你怎么不可以 忍受承诺 不管两家两国的事呢 难道你们杨家的人 命是命 我们两人的命 这不是命 我妹妹的死 就不算数 公主 你该知道 我从没这么想过 你妹妹 就像我妹妹一样 看到她牺牲 我一样感到伤心无奈 可是死者一眼 生争可追 难道我真能借死不救 所以你刚才 故意拒绝他们 其实你根本打算 自己一个人 去当风伐 我知道 我不能守住 我们夫妻俩的承诺 让你伤心难过 可是侧影之心 人皆有之 如果我今天 眼睁睁看着排风死 而视若无睹的话 我就是个冷血无情的人 也不值得你爱 对不起 我们不能一起走 对不起 站住 如果你今天一遭 我们不去 心断 晚上不下了 我要去找萧太后 小凤凡 五嫂 小太后非常聪明 她不但识破了我的身份 更对我们的举动 瞭如指掌 如果贸然行动 绝对不会成功 对 只是要从长计议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了 排风心里 伟在旦夕 不知道可以撑多少日子 最疼惑的就是杨四郎 他明知道排风中了毒 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四郎有他的困难 你没听他说话 你我看 他看不起排风 是个烧火丫头 所以才不肯相救 不 四郎不是这样的人 你不要听他说话了 四娘 你清醒一点 人家已经娶了辽邦公主 他的心已经腾不上辽人了 五嫂 你不要乱说话 我知道 他的心已经投向宁静公主 但我相信 他心中人有大散 人家关心排风 对 自己一定有他的苦衷 我们应该请让他的处境才对 你们都听他说话是吗 好 你们不去 我自己去 五嫂 你不要冲动 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救排风的 对 你的意思是 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就此放弃 而且排风的事 我只能做事不管 所以我这次来是来帮助你们的 宁静公主 他知道你来吗 不知道 我现在虽然身在辽邦 而且心中早已决定 从此再也不管送辽两国之事 但我确确实实是杨家的人 大张富有所为有所不为 排风的事就是我的事 四哥 对不起 我刚才还在痛骂你 鼠脸忘足 只能原谅我 五嫂严重 四郎怎么会怪你呢 我们该怎么办 多拖延一天 排风就多一分危险 你们放心吧 我在辽宫生活多年 对地形十分熟悉 明天我就会为你们画出辽宫的地图 然后再安排你们大家进攻倒取梦吧 今天晚上你们就好好睡醒 就不给你 如果你太动了